嗨各位好,我是Darren 疫情這樣一直拖 管制下水時間又一直延後 大家滑水肌肉應該退化了不少吧 不管你是衝浪多年的Pro 還是剛接觸衝浪的新手 今天在這邊我想跟各位分享一個 對我來說非常有用的運動 不需要任何設備 也沒有場地的要求 只需要一片能夠躺平的地板 每天只要給我三分鐘 你追浪的能力一定大幅提升 我會把這個運動分成三個等級 分別給還卡在想戰勝白花的初學者 想挑戰鞋跑的中階浪人 跟已經在浪頭卡位的老手 至於整天飛來飛去 把浪環當睡袋的Pro 還是你們來教我吧 我欠學習的地方還是很多 其實這動作說難不難 但其中的細節也是不少 我們先從它最obvious的form講起 說穿了就是把自己的腰往後攻起來 不習慣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這兩側肌肉很痠 呃沒錯 這就是我們要在路上先強化肌群的原因 先在這邊說明 衝浪在滑水之時跟游泳有很大的差別 這大家都同意吧 游泳的時候 你的身體要盡可能保持Streamline 你的水阻才會小 但在衝浪 你是趴在板子上的 所有的水阻 取決於你的板子是否能跟水面貼漆 如果你在滑水的時候 板子一直左右rotate 就算你擁有費爾普斯的黃金手臂 在浪板上的效率跟速度 也絕對贏不了一個嘴炮攝影師 呃 我不再說我啦 只有任何一個有相機又愛嘴炮的人 在板子上能夠貼起水面 它滑水一定強 那浪板貼起水面跟拱腰又有什麼關聯呢 這我們就得先了解一下 板子在水裡面為什麼會左右晃 浪板在水裡的浮力很大 有重量把它往下壓 它自然會想往上浮起來 那當這個重量不平均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邊翹起來 所以可以把在水中衝浪板 想像成一個翹翹板 如果板頭的重量太重 板尾就會翹出水面 反之亦然如果板子的左邊太重 那右邊就會翹出水面 所以當你在滑水的時候 如果你的胸口是貼著板子 滑完水recover的時候 勢必要抬得更高 這會導致兩個問題 第一 你這邊會受不了 甚至還沒滑到outside 你肩膀已經沒力了 第二 是當你手抬那麼高的時候 你會把你的重心往另外一邊移動 這時候你的板子就會有一邊吃水 一邊浮出水面 造成不必要的水阻 所以我們需要製造 胸口跟板子之間的距離 讓滑完水的手 不用抬得太高 就有空間recover 回到下一次的入水點 同時也能夠穩定你滑水時身體的重心 但如果說 這就是要把你的背硬攻起來的話 又有點太過籠統 我曾經問過剛接觸衝浪的朋友 怎麼不把腰拱高一點 他回答我 我吸不到氣啊 這確實喔 各位可以試試看 今天 如果你用全力把腰arch到極限 然後再深呼吸 是不是覺得 你的肺活量少了至少一半 這不是你的錯覺 這樣的發力方式跟姿勢 確實會擠壓到你的橫隔膜 而且這樣你也沒有辦法運用到你的核心肌群 所以這滑水的arch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形容起來還蠻tricky的 它之所以會弓起來 除了腰部稍微的用力 絕大部分力量是來自腹部 想像你把肚子用力的往外頂 一直頂一直頂 頂到最後只剩下最下面這兩根肋骨 微微的支撐在板子上 你有注意到嗎 你的下半身應該是呈現一個很放鬆的姿勢 所以你的雙腳可以輕鬆的扣在一起 就這姿勢 只要你每天能連續做三分鐘 別說換短板 給你片品刻洋芋片 你也追得到浪 所以如果你是明天要體驗衝浪的朋友 有耐心看到這邊也是蠻不容易的 後來卡在想戰勝白花的初學者 你們功課很簡單 就是試著肚子用力往地板頂 配合下腰的力量 把自己往上arch 一開始可以先用雙手扶住 或深吸一口氣 讓腹腔膨脹 感受只有兩根肋骨插在板子上的感覺 然後慢慢地把一隻手放掉 換手 等習慣之後挑戰左右呼喚 動作不用太大沒有關係 重點是要穩定 重心穩定 呼吸也要穩定 多做幾次 等肌肉習慣這個姿勢 再放雙手 手放到屁股旁邊 拇指向外翻轉 朝向天花板方向 這樣會activate各位的背脊 之後滑水才會自然用到對的肌群 保持緩慢但穩定的呼吸 盡量維持胸口跟地板的距離 不要因為吐氣而掉下去 一開始呼吸如果很淺是正常的 因為核心還不習慣這樣用力方式 可能一吐完氣就掉下來了 所以各位的目標就是能維持這姿勢三分鐘 並且保持自然的呼吸 這動作能提供你在浪板上保持平衡 所需的所有肌群 如果剛剛所說的動作你做起來一派輕鬆 完全不知道在類XX小 想必你至少是已經在挑戰斜跑的浪人 這些在板子上保持平衡 早就是過去了 可以把雙手拉到胸口的兩側 模擬自己在追浪的感覺 記得你的下半身放鬆 幫我把雙腳併攏或扣起來 這不但會降低水足 也會讓你看起來更專業 海上有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當你滑水看起來很猛的時候 敢跟你搶浪的人就會變少 所以要求自己把腳併起來 姿勢做漂亮 好嗎 一樣三分鐘就好 滑水頻率可以忽快忽慢 慢 慢 是假裝在滑到outside的樣子 快 要演出在追浪的快感 但用心感受 不管速度快慢 你的重心 都不應該會有左右的偏移 一個很好的indicator 是看自己的頭 有沒有晃來晃去 如果身體的中線是固定的 恭喜你 要嘛你是衝浪老手 要不然你就是追浪神童 已經可以進階到下一個level 下一個level很類似 也是三分鐘內加入持續的手部運動 但外的凸顯核心的用力 我們要用肋骨匍匐前進 這在阻力比較大的地面做會感覺比較明顯 你可以往前爬一段距離 再試著倒退回原點 這是希望模擬 面對比較tricky的浪化 有時候需要用到比平常更大的力量滑水 這時候光靠手臂力量是不夠的 需要牽動全身的肌力 或是有時候在起蹭前 需要微調重心 這運動能強化你所需要的muscle memory 等這運動做到很習慣了 那你應該 是拉牙 如果在這三分鐘內想要spice things up 可以加入幾個起蹭 來增添豐富度 至於起蹭的動作細節 就留給下支影片 我們慢慢聊吧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這邊有幫各位安排好的課表 可以跟著做 或點這跟我一起沖浪 裡面我會檢討自己的一些缺失 所以你不必跟我犯下同樣的錯 OK 我是Darren 我們下次見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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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